S8世界赛总决赛的比赛已经结束了,来自LPL赛区的二号种子,IT战队,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,一路过关长将,最终在决赛3比0横扫FSC拿下了LPL历史上第一个S大世界冠军。 作为S8冠军的战队,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参加全明星,反而是八强淘汰的RNG两人得票率最高,不过最近的反转来了,全明星当时的最终投票如上图所示,RNG的两位选手,UVI和MLX即将作为LPL的代表,去参加本届全明星。 而世界冠军,IT战队票数最高的是中WG但是也只排在第五位。 在11月6日中午,群投官方工作人员,御用画师在推特上表示,很多交换师对全明星票选结果不满意。 他们认为投票活动,应该在总决赛结束之后,我们正在考虑做一些改动,例如给冠军甚至四强的队伍分在一些特殊名额。 如果真的如拳头工作人员所说,冠军和四强会有额外邀请名额,那么2G这边最少应该会有两人参加,说不定全队受邀也并非不可能。 这次全明星是娱乐赛为主,2G的中上Ruby和Fansha本身在比赛中,就是非常喜欢秀的选手。 如果去到了全明星,没有了赛场上的一些约束,估计会打得更秀。 那么,对于这次全头官方的回应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?